晚上就要进入秋季了 很多朋友会问 这个秋季怎么养护这个金子兰 那么在这里我就跟大家分享几点 首先进入秋季 也是金子兰的生长一个旺季 我们在这个时候给金子兰养护 施肥少不了 那么用什么肥才适合这个金子兰生长呢 因为这个金子兰比较喜欢油性的肥料 我们在选用肥料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一些含油性比较高的一些肥料 就比如豆饼 豆饼它是一种豆类压榨过后的一些渣 所以说它含的油性非常高 经过跟盆土一起发酵 它就会产生很多适合金子兰的一些养分 使用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直接把它撒到盆土的旁边就可以了 盖上土了 然后它经过孵化 经过浇水 它就可以释放养分 提供给金子兰吸收 另外一个就是怎样给它浇水 因为金子兰在生长的旺季 需要的水分也会比较多 我们在平时要多注意观察 这个金子兰的土壤干燥度 如果干燥了 就尽快给它加水 不要拖得太久 如果拖得太久 这会影响它的生长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秋季如何正确养护这个金子兰 让它长得更加旺盛 希望这方法能够绑住